终于6比3胜出 十路二拿下胜利 首次出战世大运就排落第一种子 闯进金牌战 我比较专注在我自己 把该打的东西打出来 两球一路出现身体不适 先手紧急制然后重回赛场 关键的一组两球罚球持续压制 最后是强势收效的冠击点 台湾女双一7比5 6比4 左两盘拿下了 逞出世大运的女双金牌 在比赛混双冠军战 争夺个人的第二面金牌 金牌点 关键时刻 无方弦接发 徐修等着第三板上前截击 顺利让对手合机下王 最终徐修方弦是7比6 2比6 10比6 击败中国组合 在进持后 台湾男团凭借着双大混双赛金 击分力多的金牌 女团也成为本届世大运 台湾代表队最多金的女团